好人以為今次時署論壇素案題目 跟上次早幾個星期討論一模一樣 加上之前學生在全香港五個區域擺街宣傳 和要求簽名反對國民教育科 是OK的 加上之前在粉嶺和上水的學生 曾經遭受便衣警察的無理陷害干預 也激發了今次國民司條犯洗腦大遊行的 所屬於政治正座住室的激烈抗爭行動升級 而我提出幾個要求 第一希望保養學生個人人生安全 第二希望梁振英有些誠意不要靠吹水 在今個星期日不如不妨嘗試 脫下西莊與行政長官身份 與學生一同在稱呼土地上一齊 靜坐在相逢內睡覺 互相交心 至少贏得全港政治效果 其次則認為特首工作不易做 所以史莊認為現在 雙方其實可以有一個把握的體機 尤其是黃金機會 當然站在古人立場 希望學生不要被政治投機者利用 再記憶未來下星期一 全港中小學生開課當日 都不要有激烈的罷課行動 這樣會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 既然是罷課最後手段的話 我本人認為全香港所有校長 在行政主導上是持有創造時勢機會 包括宣傳與反對國民教育教育科 應該改名為公民教育科 還有最重要的我也可以 這些所謂公民教育 應該加插就是 有關中國當代的國情 例如 毛毛六四討論李王陽是否自殺 劉曉波獲得拿布爾王陽之後被囚 胡佳、趙連海 甚至遠在海外的王丹等民運人士 所以小弟認為 今次的城市論壇 應該進行一個所謂 扮演一個降溫作用 幫助梁振英也好 幫助學生也好 這個城市論壇的討論目色 應該不要一面都對著牆場 入就入不了 還有將城市論壇搬出糧體以外 與全香港市民對華 一來製造糧體以外 二來 可以為全港市民降溫 等等師傅 今個星期日的遊行 不會 剃造得過份激烈 都不會的 都是這樣 避免給予政治投機者 甚至乎賣國巡會的口實 來獲取政治本持 通敵賣國 這些可以說 無論是全中國人民反感 甚至連香港市民都覺得反感 最後講一句 希望梁振英和宇航民先朝 真是 胡生坦誠對華 灑太極也好 暫時撤退國民與德育教育科 說我中國歷史 多謝各位